欢迎来到与说体育 今天勇士队战胜了蓝网队 就这个结果来看 不算让人意外 因为之前我也讲过 勇士队是一支攻守俱驾的球队 而蓝网队进攻端虽然说非常强势 防守端这块 表面上看起来数据好像说也还可以 但问题是 蓝网队这块缺乏真正的防守肩柄 真说遇到强强对抗的话 顶级战场 那么他防守端真正能够迸发出来的能量级别 还是比较有限的 这场就是四中库里 一人三分球十四投九中全场爆坎37分 可以说再度上演了一粒底双枪的好戏 当初在西部打分局决赛 面对波德朗凯特者的后场双枪 库里就曾经一人爆掉对方双手 而这场比赛打蓝网 作为这么一个老对手 双方之间颇有固执 之前那会也有种种纠葛的两方敌手 库里可以说一人的表现压盖住了哈登加杜兰特 对方双性的发挥 哈登这场比赛表现可以说起码是展现出来了一定的起色 就是突破这块频频走上发射线 屡屡都能够遭犯规成功 而且进攻的本身欲望的比之前几场比赛 发挥的我感觉也是更加强烈一些 杜兰特的料想当中就是这场比赛 他发挥应该不太好 为什么不太好呢 就之前呢 我在前展的时候就作出了判断 勇士队能够盯防杜兰特的人手非常多 尤其是当中还拥有德朗德格林 格林是最了解杜兰特他的心态以及具体的一些技术细节 他的偏好 精工端真正的甜点位 小的技术动作 每一个动作一旦说出现之后 他接下来下一步的动向 格林可以说抓的是妙的好点 可以说打蛇打齐寸 格林呢 就是一个好的捕蛇高手 格林这名球员呢 他是真正的DPOI级别的防守球员 他处于是常规赛季后 在两方面都能剪固 在如今小球时代更是大放一彩的一个防守狠角色 再结合呢 就是勇士队 其实全队呢 尤其核心骨干这块 对于杜兰特他的打法风格都是非常了解和熟悉的 对于哈登也同样如此 早些年间呢 你真甚至最初到五年之前 2016赛季打西角那会儿 勇士队阵容当中四大名补 起码是有两位 格林和伊格达拉 一手发一踢补 应对杜兰特的绝世好手 这两位呢 在五年期间 无论是作为对手 还是作为队友近距离观察 对于杜兰特的研究 可以说已经深入骨髓了 所以能够想象得到 杜兰特面对勇士队 这是难有上加表现 至于说上赛季 再找那会儿 上赛季的时候 勇士队 他并非是一支正观纪旅 就这支球队打眼一看 就不像是正观球队 所以整个团队这块 也难以迸发出 那样一种应对杜兰特 积极的气质 但是今年不一样 今年可以说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双方之间虽然说 以往也是亲密无间的队友 但是毕竟如今 面临本赛季 最终大奖的争夺 那肯定是 双方之间 谁都不肯落后的 真说这个群雄逐鹿的话 那么东西去 蓝网队也是勇士队一大主要的 争冠的潜在对手 所以这场比赛有必要来一个下马 所以全员也是力求整胜 格林和伊格导老 迸发出来了 他俩积蓄已久的 应对杜兰特的方式方法 以及这样一种防守能量 所以杜兰特 十九头 只有六种 说说结合攻防 两方面的整体发挥 甚至还不如在勇士队内 顶替了杜兰特空缺位置的安德鲁维金斯 毕竟维金斯今天又有压哨投篮 而且总体效率远远超过杜兰特 攻防两端 表现可以说都是非常过硬的 防守端这块 维金斯也是全场 差不多是盯防 詹姆斯哈等 德拉蒙德格林 应对凯文杜兰特 这一队攻防的这样一种关系 安排 勇士队的人手 还是比较充裕的 起码防守端这块 是由顶级干将 能够派上用场的 至于说蓝网队 他的防守 强强对抗的话 防守端板就体现出来了 蓝网队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说你别看哈等 杜兰特 他们对于勇士队 其实也非常熟悉 已经交手多年了 尤其是顿库里 杜兰特面对库里 可以说近距离观察 也是琢磨良久 但是杜兰特 他本身是个大哥 早些年间 在2016年西部决赛 第七场的时候 库里就曾经 屡屡担恋杜兰特 里头外头 率领球队 掀起了翻盘好戏 所以杜兰特 因为本身这个个儿太大 他的脚步 在如今 已经受伤的情况之下 更是难以跟得住 库里这样一种多变 灵动的跑位 那杜兰特上过去 其他一个人等的 没有顶级的防守汗将 有说蓝网队 其实几大核心 对于勇士队也非常了解 非常熟悉 尤其史特芳大斯 也清楚 勇士队他的进攻 真正说 关键节点在于哪 我如何进行一番封堵 怎么进行排柄布阵 用人方面的安排 但问题就在于 你没有真正优秀的防守骨盖 你这个就差点 就是说你了解对方 但是你身体上跟不上 你在防守兵源这块匹配不了 对方的进攻的强势的势能 那你就说只能说思想到那了 但是身体到不了那 这是蓝网队根本的问题 因此正如我本赛季开直前那会讲的 蓝网队其实还是需要布置防守兵力 如果说防守这块真是差的话 常规赛你打一下中等或者说中等偏下的球队 当然你的战绩维持的也会挺体面 但是这说打季后赛的强强对抗 你还是需要顶级的防守干将的 所以现在就能对于蓝网来说 动一动凯住欧文的心思吧 甚至就包括乔哈里斯在内 我认为蓝网队有必要 就是真正说争夺冠军的话 还是需要变成一只攻守均衡的球队 防守的你必须得有 一些顶级的骨干大杂的 这样一来争贯的才能够底气更加十足 至于说勇士队我认为今年差不多打出这样一种比赛场面了 面对东部甚至是有实力争夺东部战绩榜第一的蓝网队 也做到了三节打卡 由此来判断的勇士队今年的应该是时候差不多决定说好了 无论是目前已经验货的库明家和穆迪 还说目前尚未处战 但是榜眼出审的怀斯曼 勇士队有必要进行一番散战腾夺 实在不行 如果说勇士队发现内线的高度这块面对东西部的几大潜在加强敌 还有一定短板缺陷的话 也不是不能再交易来一些 优质高手进一步奉沛勇士队目前的矿架结构 就是向着冠军的看到几回来这会就不能为首一脚了 对那的一些年轻人说的话也挺有用 但是如果说他们的成长跟不上勇士队现实的需要的话 进行一番脚异也是勇士队接下来呀 可以选择的后手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